路加福音 第十二章 这时,有几万人聚集,甚至彼此践踏。 耶稣就先对门徒说, 你们要防备法利塞人的教,就是假冒为善。 掩盖的事没有不显露出来的, 隐藏的事也没有不被人知道的。 因此,你们在暗中所说的,将要在明柱被人听见, 在密室妇儿所说的,将要在屋顶上被人宣扬。 我的朋友,我对你们说, 那最多只能杀人身体而不能再做什么的,不要怕他们。 我提醒你们该怕的是谁? 该怕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把人扔在地狱里的。 是的,我告诉你们,正要怕他。 五只麻雀不是卖二桶钱吗? 但在上帝面前,一只也不被忘记。 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数过了, 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的麻雀还贵重。 我又告诉你们, 凡在人面前认我的, 人子在上帝的使者面前也必认他。 在人面前不认我的, 人子在上帝的使者面前也必不认他。 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 但是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 有人带你们到会堂, 官长和掌权的人面前, 不要担心怎么答辩,说什么话。 因为就在那时候, 圣灵要指教你们该说的话。 人群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 老师,请你吩咐我的兄弟和我分家产。 耶稣对他说, 你这个人, 谁立我做你们的判官, 或给你们分家产的呢? 于是他对他们说, 你们要谨慎自首, 躲避一切的贪心, 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于家道丰富。 然后他用比喻对他们说, 有一个财主, 田地出产丰富, 他自己心里想, 我的出产没有地方储藏, 怎么办呢? 就说, 我要这么办, 要把我的仓库拆了, 定盖更大的, 在那里好储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 然后要对我自己说, 你这个人哪, 你有许多财物积存, 可供多年享用, 只管安安意义吃喝快乐吧。 上帝却对他说, 无知的人哪, 今夜就要你的性命, 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 凡为自己积才, 在上帝面前却不富足的, 也是这样。 耶稣又对门徒说, 所以我告诉你们, 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 为身体忧虑穿什么, 因为生命胜于饮食, 身体胜于衣裳。 你们想一想乌鸦, 它们既不种也不收, 既没有仓又没有库, 上帝尚且养活它们, 你们比飞鸟要贵重得多呢? 你们哪一个能借着忧虑, 使瘦数多加一克呢? 这最小的事你们尚且不能做, 何必忧虑其余的事呢? 你们想一想, 百合花是怎么长起来的, 它也不劳动, 也不仿线, 然而我告诉你们, 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 它所穿戴的还不如这些花的一朵呢? 你们这小信的人呢, 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 明天就丢在炉里, 上帝还给他这样的装饰, 何况你们呢? 你们不要求吃什么, 喝什么, 也不要挂虑, 这都是世上的外邦人所求的, 你们需要这些东西, 你们的父都知道, 你们只要求他的国, 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 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 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 你们要变卖财产周济人, 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和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 就是贼不能进, 虫不能住的地方, 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 你们的心也在哪里, 你们要竖紧腰带, 灯也要点着, 好像仆人等候自己的主人从婚宴上回来, 他来叩门, 就立刻给他开门, 主人来了, 看见仆人警醒, 那些仆人就有福了, 我实在告诉你们, 主人会叫他们坐席, 自己竖上腰带, 前来伺候他们, 他或是半夜来, 或是天亮之前来, 看见仆人这样, 那些仆人就有福了, 你们要知道, 一家的主人若知道贼什么时候来, 就不容贼挖穿房屋, 你们也要预备, 因为在你们想不到的时候, 人子就来了, 彼得说, 主啊, 这比喻是对我们说的呢, 还是也对众人呢? 主说, 那么, 谁是那忠心又精明的管家, 主人要派他管理自己的家仆, 按时定量分粮给他们的呢? 主人来道, 看见仆人这样做, 那仆人就有福了, 我实在告诉你们, 主人要派他管理所有的财产, 如果那仆人心里说, 我的主人会来得迟, 就动手打同仆和食女, 并且吃喝醉酒, 在想不到的日子, 不知道的时候, 那仆人的主人要来, 重重地惩罚他, 定他和不忠心的人同罪, 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 却没预备, 又为顺他的意思做, 那仆人要多受责打, 至于那不知道而做了当受责打的事的, 要少受责打, 多给谁, 就向谁多取, 多托谁, 就向谁多要, 我来, 是要把火丢在地上, 假如已经烧起来, 不也是我所希望的吗? 我有当受的喜, 还没有受, 在这事完成之前, 我是多么的焦急, 你们以为我来, 是要使地上太平吗? 不, 我告诉你们, 是使人纷争, 从今以后, 一家五个人将要分争, 三个和两个相争, 两个和三个相争, 父亲和儿子相争, 儿子和父亲相争, 母亲和女儿相争, 女儿和母亲相争, 婆婆和媳妇相争, 媳妇和婆婆相争。 耶稣又对众人说, 你们看见西边起了云彩, 就说, 要下大雨了, 果然就有, 起了南风, 你们就说, 要燥热了, 也就有了, 假冒为善的人啊, 你们知道分辨天地的气象, 怎么不知道分辨这是什么时代呢? 你们又为何不自己判断什么是合理的呢? 你同告你的冤家去见官, 还在路上要尽力跟他和解, 免得他拉你到法官面前, 法官把你交给法警, 法警把你下在监理, 我告诉你, 就是最后一小文钱还没有还清, 你也绝不能从那里出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